大家好 我是小林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细胞子发的神经 细胞子反正他睡觉睡得不好 或者说是晚上那个牛觉得他不满意 或者说是打个炮 可能时间今天不是很恰当 他反正心经济不好 他就想整人 或者说是突发奇想 他自己遇到什么 他就想到什么 所有的我接触过的什么一把手书记都是这样 书记也好 细胞子也好 都是这样的 他自己遇到什么 他还想到什么 比如细胞子 他就是去农村视察 看了一下 不行 今天刚好拉肚子还是拉尿 什么回事 一进厕所 这厕所怎么这么脏 我中南海的厕所没有这么脏 那以后我毕竟我细胞子组抓什么组抓农村工作 那我以后还经常要下乡 是不是 以前梁家河的时候他没过过好日子 当时估计厕所也不干净 但是梁家河的时候他没习惯 那今天你知道他上习惯了中南海的厕所 他现在一上农村的厕所 他这么脏怎么行 所以他马上就想到一个厕所革命 他为什么搞个厕所革命 因为他上这农村视察的时候 就偶尔一次机会 他上了个很脏的厕所 一个很不愉快的一次 如此的经历 就让他想到 就把全国的厕所革命一下 搞个厕所革命 这是非常 为什么要叫厕所革命呢 这也有政治的讲究在里面 革命是比较多快好省 所以如果你叫厕所改善行动 或者说是厕所提升工程 这样就比较慢 或者说比较什么 厕所革命 为什么革命就强调 一定要多快好省 作为政治工作来组织 所以每一个东西里面都有讲究 讲究是讲究 但是实质上来源 这个领导拍一下脑袋 或者说他自己遇到了什么东西 他自己出去酒店 约会的一个小女孩 就比如一个书记 然后可能酒店床单不够干净 他就感染了可能病毒 对不对 不要说大的病毒了 感染了一些真菌 然后他皮肤快乐 犯了皮肤病 然后他就想到 全市的这种酒店的卫生条件一定要搞好 一拍脑袋就想到搞个东西 反正就拍脑袋搞 那习包子反正最喜欢搞什么呢 他最喜欢还是要搞资本家 要把资本家搞死 弄那些资本家弄民企业 这是他最喜欢干的事情 没有之一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他弄民企业家 弄民企业 他是最新就来了两道圣旨 干的两个事 昨天第一个事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事 中国网信办 昨天晚上都不消停 昨天晚上都不消停 不用放假了 或者说放假之前 紧急通知 发布简短的公告 星期五晚上发公告 就是不让你们好好过 我告诉你 刚好美股还没有停牌 也是继续继续弄你 弄什么的 弄滴滴 还是这个滴滴不停 话里开玩笑 居然不听习包子的话 过去 一定要这个坏的坏头 这个典型 你一定要把它抓起来 就是 那他就 星期五晚上 不让你这个柳传志 周末好过 我告诉你 周末都不让你过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 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工作安排 7月16日国家网信办 会同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自然资源部 交通运输部 税务总局 市场监督总局等部门联合进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都在北京 估计也就是打个车的事情 要不要打滴滴过去 开展网络安全审查 这不是这个模式 联合执法 我可以联合执法这个东西最近几年出现的 就以前 执法力度很弱 我告诉你 就江湖时期 那都是贪污腐败 那个时候都是大家 你好我好大家好 不折腾 当时执法力度是很弱的 当时就把很多部门分开了 很多部门去到这个又不归我管 那个又不归我管 那大家都不管 就这么回事 很多这种三不管地带 或者说他公司注册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是个什么 比如美容 美容你说属于医疗 还是属于保健 还是属于 他或者注册一个叫做同号会 大家交流会 简单交流 文化交流 反正你不知道他怎么定性 或者说这个国学 国学交流会 然后里面可能按戳戳搞的是什么爱旧 什么 反正他也喜欢打叉边球 以前为什么要打叉边球 就是让部门不好执法 最近几年习包子这一套班子 他主要一定要执法力度要增强 要有一把手 爱干嘛干嘛 爱整理整理 要增强 他现在你说的把所有部门取消掉 就一个部门 就一个部门全全全搞定 这也不算好 毕竟公务员队伍不能随便乱动 你看那计生部门现在都不敢动 他就搞了一个叫做联合执法 每一次他联合执法的时候 你就知道是很严肃 一定要搞出个结果来 哎我见过很多了啊比如房地产啊或者说是针对某一个火锅行业啊餐饮行业啊或者说是什么美容行业啊培训行业要整他们的时候呢就是通常联合执法也就你跑不掉啊通常什么城管啊你看市场监� 收啊税局啊工商管理啊啊消防啊就一套班子全全派一个代表去就是今天我们一定给你一个说法 今天一定把你这个东西定性下来你肯定跑了食药间啊是吧什么食品食品啊如果是以前是检验检疫啊一定给你一个定性啊你肯定跑不掉啊你不是说他不管他不管一起去啊 然后市委先头啊那就一定给给你搞定就就这个意思所以凡是你看到一堆部门叫做联合执法呢那这是比较严肃的啊肯定要搞死你啊这现在他不单只是联合执法 他还是联合什么进驻啊这进驻就是要要一段时间啊啊就更加是要没有问题的一定要挑出问题来 啊这没你你你那习包子现在他怀疑有问题啊啊你这这个你要查出问题来鸡蛋里面挑出骨头了是跑不掉了跑不掉了你说你你们查查完一通你几个部门 这网信办这网信办现在风头正进我我我我给你这么大个权力你要把我搞定他你说你查不出问题啊那习包子怎么想你这网信办是不是也不听话啊是不是网信办也也跟滴滴混在一起啊 是不是网信办也也被这资本主义糖衣炮弹收买了啊你是怎么搞的啊所以他你必须拿点东西给他啊你不然那习包子他还是不满意的啊咋搞啊 所以啊你看啊网信办公安部啊公安部就可以随时收集你所有材料了啊公安 做负责抓人你下的下料了啊就是公安在这里你们基本上下料了国安啊国安搞搞间谍行动的搞搞国家安全的呃自然资源就是就是所有的土地规划呀呃这些你要占用资源啊就是就是全部的都是自然资源就以前的规划局就发改委啊 啊然后交通运输部啊就是交通运输税局啊市场监督管理管理总局的肯定要把你查出个问题来查你的底库的呃掉出来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嗯围绕的是个人数据安全啊这个说个人数据安全这个也也是一个遮羞部 也是一个好听啊让你们好听啊就搞个人数据安全就这么个事啊这么个事那就滴滴这里肯定是还是往实力整咯啊这符合细胞纸的那做事的方式它就这么做这么做事的很正常 除了除了滴滴这个事情以外啊还有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就是国资委国资委的这个这个这个会议 国资委他是对央企的发展做了一个表态啊其实这个表态无他就是告诉你我们国际民退继续大力搞啊继续往往新新一个高潮啊继续搞搞大他啊搞搞搞搞搞搞 做大做强啊继续做大做强国企就这么简单那里面但是还是有一些表态会引起就一般如果你是专专政额八斤如果你是做这种财经分析啊或者说是这种 嗯什么你还有有点感觉的那他说什么呢呃说到下一步将如何推进中央企业优化布局结构的问题 下一步怎么做啊怎么继续做大做强国企怎么继续把民进企业搞的边缘化啊告诉你怎么搞啊 呃推动中央企业重续整合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 嗯对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文稳定加强培育 嗯对于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企业的发展要世界一流企业而且跟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有关系的呢那就是定性为一个现在这种高新科技嘛啊他其他的没有什么 啊但是你说这个这个供应链主要指什么方面那也就是这个供应链这一部分不能落到你民进企业上面的那供应链限制到方方面面 限制到原材料啊限制到芯片啊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搞芯片搞什么这些全部最后要要国有企业央企来到把控啊高新科技行业不能落到民进企业内 就是这个意思只要闹到民进企业闹到这种啊外资企业上面就不安全啊就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些资源全部集中到央企集中到国企这里就就他提到供应链啊这是一个你要再提到一个世界一流企业啊还要上一个台阶啊 什么两化重组整合啊专业化进程啊 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很有意思啊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比如中国的新网集团 组建成立成为首家总部注册在雄安的中央企业 中国还有你看拉上拉上雄安这个概念一定要啊所以的政治啊还很正确 中国中国中化挂牌成立两化的农业重业板块整合现在已经完成 你看这新网啊还有你看他提到中国普天和中国电科重组中国普天 跟这种什么运营啊电信网络啊这些有关系的话呢呃 证明他现在央企已经要渗透到一些呃高新科技行业 以前就是所谓高新科技行业呢那都是给民营企业去探索 呃就是国一一度以前就还有我还说胡温时期嘛就国有企业要退到只是把握关键部位 我读书的时候还是这么说的就是国有企业就搞搞国防啊军事啊啊最多就是什么石油啊这些让你搞就行了 啊其他的你要像明年企业去去尝试一下收税就完了啊以前包括我的老师啊啊都是这么说的 你跟现在反过来啊什么高新科技啊这这些全部都要纳入到啊国家管理这个会这个表态 会不会跟滴滴有无点关系呢啊就比如出了滴滴这个事情那以后那就麻烦了你现在这这些 呃互联网公司的那股权成分现在的你们的这些成分能不能过关呢是不是要来一个重新调配它的 呃控制权啊经营权是重新全部理顺呢啊对于这个细胞质来讲它的理顺呢那 呃这个利益如果要遇到一个大的洗牌的话又是很麻烦 呃他又继续说啊要继续做好呃下面三个方面的工作 三个方面什么呢一个是战略性重组方面聚焦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创新驱动发展啊建设制造成强国啊我看这个他提到钢铁行业我就觉得特别搞笑 呃你看重组基本上是两三家重组呃出出最后只剩下两三家就行了 或者说是呃我看现在的钢铁行业我我看到是宝钢跟五钢还本来宝五钢铁我觉得特别这个名字想特别的 呃没什么意思就是纯粹两个两个企业硬生生就拉在一起 那这现在宝五钢铁又要再兼并这个三东钢铁钢铁钢铁你可见就是哎呦现在真是啊全部兼并成为一个中国钢铁算了 啊就成为一个呃不断集中集中再集中但是钢铁行业有有它的特殊性啊就在在全球钢铁行业它都是变成非常集中的一个行业 那在中国特别如此就啊不断的啊聚集到一些国央企的巨头里面啊这个战略性重组方面就还是深入推进啊 啊专业化整合以业务做金做墙为目标以优势企业为主体通过无偿化转有偿收购股份制合作大力推进其专业化整合资源化配置 切实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打造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啊 啊第三个方面推进推动整合融合方面要度出新建新组建新化入新重组的中央企业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 加内部调罗就内部要要支援优化罗就也做做大了之后全部兼并过来之后内部要融合嘛要整合嘛就大概想是这么想就 只只是这个新闻呢纯粹就是给大家一种感觉就他这个国际民退 所以还是继续搞还是加大力度搞啊仅此而已那这也很正常那现在哪里还有还可能回头啊哪里还可能刹车啊哪里还还可能又又转弯呢不太可能 现在就是这样一直一直走了所以在在中国做做生意基本上你别想有的人说小生意做不了现在也不是小生意你大生意你滴滴也是个很大的生意啊 你马云也是个大生意大生意也不好我看反而我前几年开始我自己觉得是小的生意还好一点没有大的风险反正小小做一点点什么在中国我觉得以前是说背景有背景才能做大生意 现在感觉是大生意都都不好做都别做什么大生意就做点做点小生意就好别做什么什么大生意小小的细水长流就OK啊我也不要特别是不大不小的那些投资个几百万投资个一千万那种最危险你又没背景 然后说真的大你大到像马云这样还是不能捉他坐牢还是要他在这里刷个脸 那起起码人家人家不会说出大事啊 你看王剑林虽然受谷如财了但是许家印是吧他还起码他保住命呢 以后保住难说就是现在大的生意也不好做反而是小小的做还能生存一下下做点很鸡毛蒜皮的东西做点小摊小贩呢这种他动不了你就是细胞子现在他搞的这种模式啊反而是 就是流氓一种很小的这种就是所谓你瞧不起啊 这种反而会有那么一点点受益受益也不明显 因为你酒菜嘛底层酒菜里你说你好事轮不到酒菜啊 所以大的大的也不好做小的小的就能够糊糊混两顿饭大概是这么前几年就这么个感觉已经是有条件的找移民啊是吧 先聊到这绝对有点意思点赞点分享拜拜